中国南方暴雨连连 长江流域正面临第三波洪水考验 三峡大坝的安全性也备受质疑 长江支流湖北恩施站和南疆等站 日前都突破历史最高水位 长江下游支流的除河超过保证水位 安徽省全交线只好炸破河堤疏红 从19日的最高峰 这个14.39米下降到19日12时的13.83米 长江淮河流域的防汛压力持续增加 外界不断传出三峡大坝恐怕溃题的说法 对此中国新华社报道 三峡大坝有位移渗漏和变形等情况 但都在正常范围内 挡水建筑物的各项安全指标也都稳定 尽管如此大坝能否撑得住新一波洪水 依旧有待观察 庄社综合报道